第七十三集 滅王家 原文在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唐方将杀生人放在头顶 慢慢合上双眼 千八年流光岁月 似乎在唐方老海慢慢流过 无数次战场施杀的场面历历在目 两棍交战 金戈铁马 千百万人杀那化成一桶黄土 杀生人上边的杀戏 有如血体的黄河一样泛滥开来 所有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种不寒而落的感觉 张若云甚至吓得周身打枕 缩起角落里面哀嚼 血红的月光照在唐方身上 杀生人上边的杀戏也慢慢变成实质 一圈一圈地在唐方手上打转 每转一圈就似乎缩少了几分 天地在这一刻都似乎静止了一样 只有唐方站在废墟当中犹如天神 杀戏有如施薄一样在唐方手上糾纏交错 最后变成好像俄春那样大小的实物 虽然体积就越来越小 但是在众人心目当中心惊胆战的感觉就越来越强 就有如在万军之中身边空无一人 唯有对方的骑兵狂笑着冲向自己 废到之间就要斩落自己的头颅 大家不禁在这儿战斗 杀生人越变越小 最后居然变成一滴晶形剔透的液体 慢慢地落在唐方的额头 唐方没有尸毫躲避反而迎上去 就好像很久不见的知己一样 心里非常欣喜 液体滴在唐方身上斩眼消失 唐方慢慢合起双眼 整个身体就好像变得 好像杀生人一样晶形剔透起上来 光黄炸开 白光激烈四射 红光柔和放出 甚至场上你死我活的战况 都好像如同时间停止了一样 被这个景象吸引过去 就算是见多色光的司马潭手 也都不敢皱起眉头 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 在一边的黄云光默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小声地说 难道 难道就是这样 光黄停止 突然间 睁开双眼 赤红饭血 唐方整个人 透出和杀生人 如同一样的杀气 慢慢开口 杀 同时露出嘴角 两只阴森森的尿雅 口 杀伐火断 我重矣 四马潭手向唐方鼠鼠大武子 手上被个扶咒打出 四面阴风凌厉 鬼曲狼号随之而离 阴风杀火苗一掃 顿时扶鹿当中的阴气释放 阴风从四面八方灌入 气温似乎斩眼降到冰点 阴风当中 幻化出无数披头散发的妖魔鬼怪 有些毛头 有些丹眼 有些周身尖满鲜血 四面八方 纷纷涌着而离 见到整地尸首 即时好像见到寶一头捐过来 哈尔文 和我杀光这些皇甲子弟 我会照顾你们 司马探手大声地叫 你们敢? 突然间 唐方大开一声 伸手抓着旁边 一只孤魂野鬼 一口咬下去 淡鬼? 这个不是传说当中中葵仙之识吗? 唐方到底变成了什么? 唐方双眼赤红 慢慢走到他中间 整屋的鬼杀 居然没有一个 够胆近他半分 甚至纷纷周身打枕 有不少已经跪在地下 阴风越来越盛 唐方一瞎抹大嘴 嘴里露出两火深深的白牙 好像长瓶吸水 出力一口将阴风吸入 无数的妖魂顺着阴风 被吸入唐方的嘴里面 在场的人好像傻傻地看着唐方 如魔如神 如妖如仙 好兄弟 是你 司马谈手走过来 拍拍唐方 谁知唐方的手突然一伸 居然狠狠地插入司马谈手的胸口 司马谈手不可自信地看着唐方 在一旦 一火鲜红的心脏 已经被唐方炸在手里面 司马谈手惨叫一声 一道白光在头上露出 正是这个人的三魂 唐方抹大嘴一吸 将司马谈手的魂魄夹入图里面 司马谈手达在地下 不可自信地看着自己胸口的大窗 死不瞑目 王云光依然坐在地下 傻了地看着狠前的一切 一步 两步 三步 唐方慢慢向在场的王家弟子走过去 所有人都被唐方强大无比的气势感染 把自觉不断后退 王家子弟 只有战死的 没有逃命的 一名弟子大声在叫 非而摸着手上的刀 就要向唐方斩过去 唐方用手 稍微一挡 那把锋利无比的长刀 居然从当中断开 唐方一挣手 这个弟子整个头 就被唐方的肉掌削了下来 在地下滚滚滚滚 小坊 一名王家弟子大声地说 他杀了小坊 杀了他 唐方残忍的手段 激发起王家弟子的杀性 所有人百顾一切地冲向前 唐方这个时候 已经不知道 为什么而杀 为谁而杀 他只是知道 他渴望鲜血 已经渴望了好几千年 广场上的尸首708落 只看四散 一个小孩站在广场当中 抬起头 看着这个全身是血的大汗 声阵阵地说 唐方 我是杜一 我是杜一 你连我都要杀 手起 头落 唐方身形如电 所导之处 见人杀人 见佛杀佛 无数人成为他掌下孤魂 没有一个人能够挡得住他一招 闪眼之间 王家大宅当中 哀嚎的声音 此起彼落 七十二具尸体摊在皇家广场之中 皇家上下七十一个人 无一幸免 唯一的一个 也就是为皇家带来这场无妄之灾的罪魁祸首 居然 居然 不在这七十一具尸体当中 他就是皇魂光 在这个皇家上下 八宝命一战 尸环遍夜的夜晚 在这场皇家上下七十一口 老幼无一幸免的大屠杀当中 皇家自打的那个 号称皇家年轻一辈第一人的黄云光 满口仁义道德 世神匹愿要和皇家共存亡的黄云光 他已经林振逃脱了 没错 他在唐方肆无忌惮地屠杀自己亲人的时候 他逃走了 皇家就这样灭了 在后三 月色依然深洪如血 皇家祖坟当中有一个身影 不知跪了多久 在这片仓凉的坟山之中 显得非常落幕 在他旁边 一条大蛇 眼神当中充满了右上 我错了吗 我错了吗 老祖 我求求你 你告诉我 我错了吗 黄云光双眼通红 眼里闪着泪光 湿云落泊地闫沉沉沉 你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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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大蛇 大蛇 须三吃 oxygen 是 阻力的 唐鳳居然要赔上我皇家上下所有人的命 皇家 皇家滅了 黄昏光红着双眼说 老祖 皇家 滅了啦 牧巢之下 安有元论 滅了就滅了啦 皇家老祖 叹了一口气 逆天行事 本来就是这样的下场 昏光 难为你喽 黄昏光老海反复回想 魏家老人离去那时候说的那句话 整整 吒 十一条命呀 魂飞 杜一 少芳 他们都没了 都没了啦 皇家 皇家真的没了啦 杀生人 本来就是 迎勾老祖 死之记忆 你当机决断 将唐鳳 另外一半记忆 还回给他 等他能够继承 迎勾老祖 另一半记忆 亦都 只能够是这样啦 一步错 步步错 黄昏光哀谈话 我能够算出唐方 是那滴僵尸血的轮回 我能够算到白童子 是迎勾生之记忆 但是 但我算不到在最关键的时候 门 居然开了 所以我是 不得以为之 老祖 我错了吗 随便 人非 盛言 怎么可以 步步都在掌握当中呢 你现在的这个结局 已经是 最好的啦 但是,但是到一他们都死了 皇家,延绵几千年的祝佑皇家 今天位于一旦 老祖,老祖我敢做,值得吗? 值得 沉默了很久,老祖开口说 盛大使者不须小切 就算我皇家七十二口死了 那又怎样? 只要能够连化到这滴僵尸鱼 就是值得 再说 皇家老祖叹了一口气说 我皇家都还没绝啊 不是,还有利吗? 黄云光站在原地 耐耐出不了声 紧紧咬着嘴唇 已经咬到滴出血 老海当中 涌起无数的思绪 黄云光到底想起什么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多谢大家收听 第七十四集 委屈 原文在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 黄云光老海当中 有闪过无数景象 想起唐方肆意屠杀自己的族人 自己就只能够眼白白看着唐方 他是不能够出手相助 他的心里面 就好像被千百只针刺一样 王云飞 这个敦厚言良的大佬 一直就好像父亲一样 照顾着自己长大 儘管自己凤凰不露 完全掩盖了他的光芒 但是他无冤无悔 就好像一个长者 担起王家 女女外外所有的家务史 暗暗沉沉当中 他是充满对自己的关切 他死了 王道一 一个对自己盲目崇拜的小孩 直到最后 当所有人都误会自己那一层 他还是挺身而出 说一声 三叔是好人 我相信他 他也死了 还有这么多微笑的面孔 一个一个 有空无事 拿自己和艺游讲笑的王家族人 他们将所有的信任毫无保留给了自己 将自己作为王家未来的家主 他们都死了 他们死得好冤枉 因为是被自己出卖的 他王云光 不单只出败了唐坊 还出败了王家整个家族 王云光嘴角 我闪过一丝无奈的笑容 小小声地说 王云光 你个这样的死人头 你应该入地獄 唐坊 现在虽然继承了僵尸的奇役 如果我觉得没错 在王家的密府之中 他应该有不尋常的奇遇 但是因为 尸马谭守谋言出现 打乱了我们整个计划 用王家七十二条命 祭殿也少 但是这个唐坊 他仍然没有按照我们 我们事先的计划 在仰师地温养 受天雷地火的凝结 所以算不上真正的看板 没有天雷地火 现在的唐坊 除了比普通人速度快点 有僵尸的体魄之外 根本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但是即使是这样 也都是我们最坏的结果当中 能够接受的了 王云光在核头 他说 老祖 我知道怎么做了 皇家灭了 从此之后 你就会成为 皇家灭门的罪灰和首 我 但是你要知道 你身负闯陰 如果 世间 有人 帮你 欺你 欲你 笑你 轻你 贱你 偏你 你怎么处置啊 我唯有 忍他 让他 避他 游他 耐他 敬他 不理他 不变 不争 你明白 这就最好了 皇家灭门 叹了一口气 说 我破山何在 现在天下大乱 生灵吐炭 同形小国 欺我中华武人 长驱直入 要灭我种族 我皇家西丹力薄 但是 亦都有一口 不肯低头的关系 七十一条命 就算是我皇家 为国 捐他 仗二妹多 同狗辈 总有一日 我们会令他们明白 我华夏 真 魂不灭 六临 欺切不死 皇云光 我要你记住 你不像 总有一日 你要和我 连本大利 收回你 我皇家 七十一条命 不是百百死的 黄云光 黄云光 木光 坚毅 掩盖 那只猫 还在 在 在 那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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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喜欢 不过可惜 这件事 你有没有 跟唐方解释 那 没有 说多都无益 那 就 让他永远 成为 秘密 呀 皇家老祖 说 这件事 以后 就只有 你 和 我 知道 散 呀 皇家老祖 唏嘘地说 皇家 已灭 从此 喜足 又 随名 你 如果 有心 每年 清明 回来 和你的 兄弟 相 记住 称香 就可以了 哦 累了 你 走 说完 黄家老祖 游走 离开 孤丁丁的坟地 只剩下 黄云光一个人 黄云光站在那里 变色慢慢光了 第一没朝阳 灑在黄云光肩头上 但是现在的黄云光 第一次感觉到这么孤独 没有 黄云光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我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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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云光站在原地 反复那样 暗暗沉沉 心力交税的他 一夜之间 似乎 苍老了很多 突然间 他一下子蹲在地上 嘔嘔声 哭起上来 二十多年来 黄云光 从来未像现在那样 哭得这么伤心 这么委屈 这么像一个小孩 小孩 黄云光落山 皇家大宅有一片狼藉 血腥味旁边而离 在地下横七树八 摊着无数的尸首 但是没有一句是全尸 面对这样的场面 黄云光 虽然心里面早有准备 但是亲眼目睹 依然忍不住悲从中来 淚如雨下 但是就见不到唐方和张若云 黄云光 将皇家七十一具尸体 一一找回 这些昨天还和他在说笑的兄弟朋友 一夜之间 就都已经变成一句 不识说话不识动的死诗 黄云光 和他们一起长大 情如兄弟 现在看着他们的尸首 心里面的哀伤 可想而知 黄云光 只觉得 心里面 好像千万斤的铁石窄住 老海有一片空白 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脚步声 黄云光 一下令翻转头 大声渴啦 谁 哪个 云光 魏游一下冲了过来 看到屋里面好像地獄一样的场景 看着一夜之间变得苍老的黄云光 眼泪好像崩堤一样 一下撲入黄云光怀里面 一天哭上来 魏游老人跟着走进来 看着眼前这一切 不禁唏嘘不已 业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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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游拉着黄云光的手 不停在哭 黄云光就好像傻了一样 心不在然 嘴里面不停地说 都是我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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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游大声地质问 是不是那个司马潭手做的 是不是他 魏游你为什么要这么硬颈啊 当时都说的了 阿爷 你看看 都怪你 都是你错 你看看王家 给你看看 魏游已经一不成声 语无伦此 拉着黄云光的手臂说 魏光 不要紧 我还在这儿 还有我陪着你 魏家老人走向前说 难为你啦 如果不嫌弃 先跟我回魏家 就当散散散 以后的事 再重场计议啦 是啦 魏光 你跟我回去啦 我们 我们回魏家啦 好不好 魏游看着黄云光 期待他回答 不用 黄云光 录着魏家老人 我王家 就算死剩一个人 都不用你们 魏家可怜 为什么你还这么硬颈呢 魏游摸着脚说 王家 王家都望了啦 王家没有望 王家 有我在 就不会望 魏游看着王云光 这张真灵恐怖的面 刹那间 似乎不懂得他 他说 魏光 你做什么呀 我我正是 我王家 不用你们 魏家可怜 王云光 说 如果没事的话 请便啦 你 魏游 怒到一下 放开王云光的手 大声地说 你 喜欢怎么就怎么 我不管你了 魏家老人 拉着魏游 小声地说 遭逢大便 魏光 亦都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我们还是走了 魏游想了一下 走到王云光身边说 魏光 无论如何 你都要保重 等你想通了 你来找我 我 我永远都等你来娶我 你去哪 我就去哪 你死 我都陪你一起 王云光的眼神当中 这次露出 少少温柔 他拿着魏游的手 来来都没出声 有一场大火 斩眼间 将方圆百里之内 最有权势的王家 烧成灰准 熊熊烈火当中 王云光的身影 显得这么孤单 他将剑披发 在火堆前边 脚踏如捕 撕心烈肺的大声声 是 魏归来是 魏归来是 大火一年七日不绝 王云光七日 不饮不食 一心作法 为王家众人超度 他公公敬敬地 在王家大宅前边 扣了三个响头 心里面默默地说 各位王家子弟 魏光还有俗事未了 等魏光了却俗事 一定回来 在各位坟前揭露 为大家守焚 各位大意死折 魏光永继五耐 说完 站身 说了一声 足有王家 从此 足有随名 说完 扬长而去 王家 就这样 成为了 王氏 下来跟着 又会发生什么事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多谢大家收听 湘西赶斯鬼时之造促 作者 刑贸七言商 演播 李潮生 第七十五集 紫灵丁 权文在族就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 看着王云光离去的身影 魏游捉红晒的双眼 说 爺爺 你说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以王家的实力 绝对不可能 全部死在司马潭手上的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魏家老人叹了一口气 说 成大事者 要像王云光一样 忍辱负重 小小年纪 那么老成辞重 喜怒不形于色 这个小孩 难为他 魏游还是很疑惑 云光到底怎么样 魏家老人捅饰地看着魏游 如果有一天 黄云光变成天下减 人人在里面说 突如诛之的大恶魔 成为了触游门中的大反财 你还会不会 好像现在那么爱他呢 魏游不加思索地说 魏游不加思索地说 魏游不会的 他是好人 怎么会变坏呢 就算他真的变成大恶魔 我都非他不假 魏游老人虎笑着令丫头 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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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了 去哪 我要跟着魏光 魏光现在心情肯定不好 我要跟着他 等他心情好 肯见我的时候 我再出来 他现在已经很可怜 皇家的人都死绝了 如果连我都不在他身边的话 他肯定会很孤独 算了 女太不忠留 不过凡事要小心 黄云光现在身负重任 危机重重 无论如何 你都要留一条命 回来和阿爷送终 要不然阿爷变了鬼 都不肯过你 多谢阿爷 魏游向着他阿爷小笑 沿着黄云光走那条路 飞快地跑去 王家 就这样亡了 魏家老人 望着自己 孙女的身影 眼神里面 有心重重 小小声地说 下一个 是 轮到魏家吗 唐方跌跌撞撞撞地从王家大宅里面出来 后面跟着一直在那里喵喵喵 叫声不绝的张若云 终于 劈牌一声 唐方跌在地下 再也都站不回起身了 放假惹喵喵喵 不知他睡了多久 不知什么时候 有个老人 走过来 看着在地下沉睡的唐方 哭了一口气 坐在地下闭目联神 等到天色 就快破晓那一阵 才匆匆离开 时间不知不觉 过了几天 这几天荒山野嶺 当中 不要说野兽大虫 就算是一般的 蚂蚁吉侄 也都不敢靠近唐方 那就更加不用说 一些普通人肉眼 见不到的孤魂野鬼 远远闻到唐方肠脏 就连连打到吞 怕到极点 张若云一直守在唐方身边 用个身不停地 连着唐方的头发 希望他快点醒醒 又过了几天 突然间 一转脚步声响起 一个周身穿着 紫色衣服的女子 来到唐方面前 手上边拿着个罗盘 某帝神仔细地打量了唐方一番 自言自语地说 应该就是他了 很重的泪气 唐方未醒 那女子就在他身边打坐 又过了几天 唐方才慢慢醒过来 见到眼前这名紫衣女子 擦下矛矛鬆鬆的双眼 说 你是谁 你就是唐方啊 紫衣女子说 我叫做紫灵丁 女子每一个字都咬得很轻 但是声音就很好听 显示出这个女子非常好的家教 唐方想想 之前在大闹王府之后 在王云光口里面听到内幕 跟着就和王云光反了面 之后王云光有一把杀生人 插入自己胸口 再之后的事 就都不记得了 不知为什么就会来到这里 身边还莫名其妙 多了一个子依女子 若云 突然间 唐方周身一阵 若云呢 他去了哪里 是不是那只黑猫 做足一脈都算有些手段 他走了 紫灵丁说 看来他似乎不想见你 他还是不想见我 唐方很茫然 但是知道张若云安全 也都暂时放了心 对紫灵丁说 你是谁 做什么要跟踪我 我说了我叫做紫灵丁 那个女子很淡定的说 跟我走 去哪里 王家上下七十几口都被你杀到清光 王家那个黄云光 现在当正你是仇人 如果你不想死 你就跟着我 子依女子站起身 我能够保住你 这个时候的唐方 经过了黄云光一场欺骗之后 怎么会更轻易信人 哼了声 说 我的生死关你什么事 说完 争扎着站起身 但是就发现整个人重到不得了 脚都好像不是自己 完全都不听洗 子依女子露出一个鄙视的神色 用她自己先听得到的声音低声说 始终还是个未成型的畜生 走 子依女子说 唐方索性坐回在地下 闭上双眼说 我在这里感天地大度 呼吸吐蜡 吸收日月精华 不行啊 哼 子依丁忍不住笑了出声 但是立刻就知道自己失态了 马上恢复一副往时冰冷的神色 你如果不嫌这里孤直 方娘冰冷 在这里坐他百多年 那就真的可以感悟天道了 唐方在皇家大墓里坐了百年 你这几天静坐 我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一个人孤独耐了 总是希望热闹点好 何况身边做一个虽然是冰冷高傲 但是笑起上来都算是天之国式的美女做本 这样的好处 唐方向来都不会拒绝 对着子伶丁小笑 口着面皮说 那你背我 这 子伶丁杀声站起身 唐方索性又捏在地上 縮下肩膀说 那姑娘你请便 于是 一副令人提笑街飞的画面就这样上演 一个红豆豆 一米八多的大只佬 怕是一个看起上去 柔弱不堪 似乎被大风一吹 就会捏低的女子的肩膀上 好享受的闭目养神 而这个柔弱的女子就滴大双眼 周身乡汗临离地在荒山野嶺当中 很辛苦地向前走 如果有人见到 就真的不知道应该感叹 是这个男人厌福太好 或是太过后面皮了 别乱动 子伶丁很生气地说 否则我剃了你 对于唐方 这一箱无所事事的手 好 子伶丁一早就怨毒好心 否则身负施命 忍辱负重 一早就已经将这个 衰人扔了到懸崖的了 哦哦 但是我伤手很无聊 唉 就这样扔着很辛苦的 哎呀哎呀哎呀 喂 看路啊 很多石头的嘛 不要打破我啊 喂你身无二两欲 瘦猛猛 我在你身上 等两阵很辛苦的嘛 走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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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方在子伶丁背脊 微微合起双眼 一副落在其中的死样子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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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